哈囉哈囉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原神1.1版本更新囉! 洛洛們已經去體驗過新的劇情了嗎? 新版本《破鏡的克星》 主要在說黎月城所命理到 越來越多外邦的介入 鍾林、黎月七星、公子與愚人眾門的劇情 交織的超熱血篇章 看完劇情後真的好像看了場電影 洛洛在這邊就先不爆雷 給還沒體驗過劇情的玩家 不過也因為劇情中 將會與BOSS公子決一死戰 決鬥完後將會解鎖每周必劫次的副本《黃金屋》 在這段劇情中也會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道具來拿取 這邊洛洛會提醒一些劇情中需要注意的地方之外 也會大致解說下公子劇情不安如何攻略 接下來就讓洛洛快速的提點就此的重點吧! 在這次劇情中我們將會到凝光的豪宅群浴閣中 在群浴閣裡面一共可以拿到三本天賦書 以及一本《梨月風土至銀神》 書籍的部分會在凝光的桌上 而另外三本天賦書則要透過 與豪宅中內部走動的三位秘書 百聞、百事、百曉對話取得 由於劇情關係這裡後面就沒有辦法再回來了 雖然不確定錯過後還可不可以拿 不過若是有肉肉知道錯過後的取得方式 可以在留言中分享喔! 這裡也因為劇情關係會和公子決鬥 一開始看到副本建議等級35等不要太開心 太過輕敵待會就被殺得不要不要的 因為在這裡公子的BOSS階段一共有三種 而我們要透過一對四名角色一口氣完結公子 才能打通每周副本的關鍵要素 公子的屬性主要為水和雷為主 同時技能擊中會對玩家形成斷流狀態 若角色處在斷流狀態下被引爆傷害真低痛 若傷害到有斷流時會有一個符號附著在角色身上 戰鬥時可以盡量靠近場地外圍 當靠近到最邊緣時就會碰觸到隱形的屬性牆 這時就可以解除身上的斷流 這點非常重要喔! 也很感謝直播時有提點洛洛的A洛洛 雖然公子的血量不算高 但因為傷害劇痛 若洛洛們挑戰時覺得吃力 可以在戰鬥開始時打開背包使用一些BOSS料理 像是仙跳牆、黃金蟹 以及看情況搭配回復血量或持續恢復的料理 例如萌德薯餅或萬民糖、水煮魚之類的 甚至你要再保血點 事實上加傷害的精油藥劑或降低體力消耗的料理也可以喔! 隊伍的部分會建議帶上遠程角色 像是菲希爾 奶媽的部分建議芭芭拉 可以常駐回血以及大招全體順補 想要減傷和增加補量可以再帶上諾埃爾、迪奧娜 洛洛這邊的主C是可莉 另外又再帶上77加強持續回血的效益 洛洛們也可以依照自己平常 慣用和練度高的角色進行攻略 失敗後可是要再重新跑一次劇情喔! 如果你不想一直重來的話 接下來可要看好待會各階段 公子攻擊時要注意的招式囉! 公子的第一階段是正常形態 不算太難攻略 主要都是遠程的水屬攻擊 每一段大約會有4-6件 主要被擊中身上就會有斷流狀態 至少趕快觸碰外圍的牆消除身上的斷流 公子在射擊時可以維持繞圈 一停下來時會有很明顯的空檔可以攻擊 若是對於拉近距離不是特別有自信的話 可以邊用遠程角色攻擊公子 可莉的部分也可以丟了個蹦蹦炸彈就跑 若是公子要準備放大招時 地下會出現範圍性水波 接著會有隻大鯨魚 身上有斷流的話務必要解除 否則會痛爆 若真的來不及只能換血量最多的角色檔傷害 或是犧牲你最不需要的角色來獻祭 公子的第二階段是帶上面具後的雷鼠近戰輸出 攻擊方式主要是閃電型的來回衝刺 以及一些突進式的刺激 反應要比前一階段再快一點 若是用近戰角色的話不是很好閃 顏外公子會順來順去 用近戰角色真的會追到很心累 因此建議是透過遠程角色打帶跑輸出 若是被攻擊到一樣會附帶斷流效果 所以也是盡量控制位置在邊緣會比較保險 這裡洛洛是用可莉放了炸彈 在場中央當陷阱 再切換飛謝爾做遠程輸出 血量危險時就透過 芭芭拉和七七的E技能雙倍常駐回血 這一階段公子的大招前置是地上會出現紫色的範圍 像是在蓄力的樣子 接著會有雷擊 身上若帶有斷流效果一樣會痛爆 因此也是要注意盡量不要讓角色在有斷流狀態下接招 這裡公子最後踩到可莉的炸彈引爆自己到下一階段 第三階段的公子 救急進化後變成了血野形態 結合了一二階段的水鼠和雷鼠 同時具備水鼠遠程射擊和雷鼠近戰攻擊 近戰傷害範圍也變得更大 所有的一二階段的技能都在第三階段變得更強 若是擔心過不了的話 這時候就可以吃上BUFF料理了 一樣要十分注意不要讓角色附帶斷流狀態 這裡公子的輸出也會分為水鼠和雷鼠 水鼠都是遠程攻擊為主 雷鼠雖然和第二階段一樣是近戰 但卻多了一招會在場地飛來串去的雙刀風火輪 再來水鼠性大招方面除了有和第一階段 一樣的基於大範圍傷害外 技能方面則是要注意公子蓄力往天上射擊準備時 地上會出現大量水鼠範圍預判圈 要盡早避開圈內同時消除斷流 雷鼠性大招的部分也會有公子往上浮空蓄力 接著瞬移到角色旁邊致命刺殺 這招基本上是躲不掉的 因此務必也是要消除斷流效果 或是盡量讓血多的角色承受 同時技能方面也會有雷鼠性蓄力往天上準備射擊 地面上會有大量的雷鼠範圍預判圈 應對方式一樣消除斷流加快逃啦! 下面的技能加大招都是有可能同時併存在場上的 像是雷鼠瘋火輪在場上亂竄 又有鯨魚跳出來要泰山壓頂等等 總體來說比較適合攻擊公子的時機不難抓 在他砍完兩刀或是射完兩劍後 都會有一個原地發呆耍順的空檔 這時候就可以有大概一秒的時間可以輸出 洛洛這場主要輸出都在於菲謝爾 而因為公子比較麻煩的地方在於喜歡順來順去 所以洛洛在菲謝爾放出奧茲的時候 會盡量挑靠近他時放出奧茲來引爆 同時抓距離普攻射擊 再用可莉放些炸彈做陷阱 讓公子路過 奶媽們常駐回血等等 最後就這樣順利通關啦! 雖然也是有死了角色 不過還是很感謝魯肉幫們的鼓勵! 你以為打完公子後就沒有了嗎? 後面還有守衛三台歸中機的部分 洛洛這邊主要大概幾說戰鬥的流程 這裡會需要跑來跑去十分忙碌 一開始怪會出現在中央歸中機的前方 然後是西側 再來是東側 和深淨螺旋一樣可以先挑水胖子和冰胖子輕調 若是雷錘太過靠近歸中機 也可以透過冰鼠角色凍結牽制一下 撐過大約兩分鐘後就會有三道強力Bump 接下來就是持續不停的輕怪 然後就可以享受超人的劇情! 最後劇情都跑完後 就會在地圖上解鎖每周副本黃金屋 這次不知道是因為1.1版本後有改過 還是因為世界五的難度 讓洛洛開始覺得打公子時有種打黑壓靈魂的感覺 後續洛洛也會在實測相關的討伐攻略 嘗試看看更多的隊伍 這次由於是直播上什麼也不懂的情況下 直接通關的 整理一些重點 希望給預備要過劇情的肉肉們 少花點重跑劇情的時間 同時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要帶著遺憾 沒有拿到群運格的道具 若想要重看劇情 也可以再去看看洛洛的直播記錄檔 以及對於黃金屋美周副本有任何困難 每周日晚上洛洛的直播原生時 都可以一起來找洛洛的魯肉幫 和領起在刷新前有各大高手幫你快速領獎勵喔 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會一一回覆 想找戰友或是參與更多知識討論 也可以加入洛洛的Discord群組來原神頻道交流 未來也會不定時舉辦更多活動 那喜歡這支影片可以給洛洛點擊一個喜歡 給洛洛一個鼓勵 後續也還會再更新更多原神相關攻略內容 還沒訂閱趕快按下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